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的蜡像馆和其他国类的蜡像馆都是一样的 有人物历史区域 有国家灵秀区域 电影娱乐圈区域 和红地毯区域等等 那大家都不用跑到大老远的英国蜡像馆 就在这里 就可以跟你的偶像拍拍照 欣赏这里的蜡像 走吧 我进去咯 曼谷的Madam2Shot和其他地方的蜡像馆 有些不同之处 这里的蜡像馆会添加了一些泰国独有的特色 例如一进门就能够看见泰王和王后的蜡像 泰国红星艺人等 当然也少不了在国际上 享有剧名的历史人物 政治家 演艺巨星 运动家 还有可爱的哆啦A梦和Hello Kitty猫 我在这里足足待了两个小时 如果不是时间不允许的话 我可能还会待上一整天啊 好 夕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